想請問Lulu 是三菱蛤蟆更好 還是三菱蛤蟆更好 可是我感覺都好 都新鮮你解就好 尊重你啦 今晚讓我們再一次抄襲她的老梗 也向她獻上最高的敬意 讓我們歡迎蕭靜彤 大家好 我是Sanny 每一張音樂作品呢 都是每個音樂人的偶心力寫之作 那我們評審的責任呢 就是要去無存經 淘汰一些不合適的 就這樣 就這樣 我真的有這樣嗎 我對你們太失望了 第30屆金曲獎主持人 Lulu 黃鹿紫英 哈囉 大家好 沒有錯 我就去金曲30的主持人 我是Lulu 很開心 今天終於有資格 可以來上這個好節目了 可以來上Sanny好節拍 那因為我一直在金曲獎上模仿老師 所以一直沒有一個機會 好好地跟她當面的打個招呼 跟她道個歉 然後不知道Sanny老師來了沒有 Sanny老師 好S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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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最優質的音樂節目 教會你所有的節拍 歡迎收看 好Sanny 老師 你好 我想要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會 就是 邀請我來上這個節目 其實 今天會邀請你來的原因 化學 Hand 其實今天會邀請你來的原因 膨茵 怎麼樣 趨茵 為什麼 來講話 來falaud 不是 老師 我是紫茵 我是黃鹿紫茵 你叫我什麼事 我沒有再叫你 我是說今天會邀請你來的原因 只是因為 好煩喔 好煩喔 只是因為 黃鹿紫茵 不是 是金曲獎的主持人 是這樣子 那山一老師 我可以問你一個專業的問題 你對於我在金曲獎 一開始那個Rap 你有沒有什麼專業的建議給我 非常棒 尤其是加上 Lulu最近要籌備新的專輯 對 你在金曲獎上面 這段Rap 會讓觀眾更加確定 你的新專輯 不會有Rap 不是 不是 我很認知的在練 即便金曲獎結束之後 我都很認真練習啦 不是 老師 那不然我這樣問你啊 你金曲結束之後 你都在忙什麼 煮菜 而且我會為我心愛的菜命名 比方說 滷肉飯 山泥乳肉飯 哦 麻婆豆腐 山泥麻婆豆腐 哦 還有一道我最心愛的料理 拉拉燈 拉拉燈 山泥拉拉燈 哦 但這邊我要請Lulu幫我做一個抉擇 老師最近有一點疑惑 因為老師也很喜歡另外一道料理 嗯 是哈馬燈 哦 是故意的這樣子 哦 不 我真的有這樣嗎 你那個QR Code很多觀眾反應 根本掃不到你的Line 哦 對 山泥老師今天準備了 QR Code 哦 但是先掃 今天掃 左掃右掃 一步掃 老師那個 先掃先掃 不是啊 那你叫大家掃 那你掃這個 是要幹嘛 他已經兩萬九千多人卡很久 快要三萬了 好啦 大家看一下 他已經半年都兩萬多人了 我昨天一直還剛破九十一萬而已 拉拉燈 拉拉燈 山泥拉拉燈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那些金曲獎化作了老梗 訓畢了 今天山泥老師 也準備了一個 顛倒的畫要獻給你 老師你也會畫 那你有辦法 現場來嗎 畫出你內心最喜歡的東西嗎 沒有問題 音樂 厲害哦 幾個月前 Rulu在金曲獎上 神複製 神魔法 老蕭當年的道指畫 幾個月後 金曲評審團主席 山泥老師 決定拿起畫筆 告訴世人 他也做得到 他手上揮舞的畫筆 是他生命的歐哥 一筆一畫 告訴大家 他不只會做音樂 他還會作畫 他筆下的畫作 彷彿有的靈魂 整個動了起來 在創作音樂的同時 也要創作他的畫 他是全方面的音樂人 能歌善舞 能動能靜 今天 他要再一次地告訴大家 他是陳山寧 是全方位 全才型的 天生藝人 是全方位 我最心愛的 就是一隻貓 或者是 老鼠 也可能是老虎 反正 老鼠 老鼠 傻傻的 不清楚 怎麼練 沒動 耶 心敗的 沒動 好了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山寧老師 今天在LULU身上 學會一個重點 就是說 無論是什麼東西 LULU會的 大根也會 所以金曲山寧 歡迎找大根主持 山寧好吉拜 我們下次見 好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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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真的好山寧 好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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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畫這是什麼 太好山寧 對啊 還給我畫到一半 其實是我最心愛的小包 其實滿可愛的 時事把它置入到節目裡面 對...